跳舞 3 2 1 開始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哥你別不了主德 你看他下一個像這樣子的時候我就可以說 欸等等 直接切上我的手 直接切上我的手 你打過來我往後看 哈哈哈哈 沒想到十一月的第一天 居然是余淑欣和丁雨夕的新劇 歷經三年再次二搭 驚艷觀眾 說到余淑欣 大家可能都不會太陌生 不管是在線下還是在演綜藝或者電視劇的時候 他給人的感覺就是 說話乃深乃氣的可愛 活潑的性格 沒想到有一天 也能駕馭古裝有點玄幻劇情的電視劇 然後你給我們 就最近的不是一樣 然後你給我們 就最近的不是一樣 无所 超死 在《永夜星河》中 有两个女主 于舒心饰演的林妙妙 是现实中的女主 性格是大大咧咧 单纯且勇敢 同样林妙妙是一位看书爱好者 没想到吐槽的时候 不小心误入小说系统当中 为了回归现实 必须完成系统给出的任务 则才算通关 结果在剧中不是被雷劈 就是被影石砸爆炸 还要被黑莲花一次次的拿刀砍 给于舒心类的职户 我就是天选大院种 虽然说剧中有两位女主 但是不妨碍她们各有各的魅力 当然演技方面也会有些差别 先是于舒心 大家可能都知道 于舒心是一名非常可爱 且非常有自信的女孩子 演的电视剧也都是符合自己的性格的 于是在这部剧里有两面 竟然有两大反差 一面是一开始在书中提到的林鱼 则是一个腹黑的人 一面是穿越到书中的林妙妙 则是一名有热心 有爱心的女孩子 黑白场景自由切换 演技非常自然 这是个年纪 人家车可几同啊 我知道这是 你用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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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钱 来 来 好巧 只有一点 林小姐就是朋友 很急 但是不知道在急什么 但是先是看到这个片段 就想说一下 这个特效也太梦幻了吧 要不说这部剧可以直接爆呢 场景和特效都太现了 特效都是用钻石来做的 不灵不灵的很好看 不得不说导演用心了啊 随后转场到陈都林 话说陈都林在这个赛季强得可怕 在陈都林出来的那一刻 感觉赢麻了 这出场的方式太独特了 动画的设计 由特效转变为人的场景 太玄幻了 但是该说不说 看到脸上贴的金色钻 浑身疙瘩都起来了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看得密集恐惧症都犯了 咱都姐也是大茫然 一边在大梦归离捉腰 一边在永夜星壳当劲腰 天空一声巨响 黑莲花木声闪亮登场 差一点就以为自己在看动画片 太有动漫的即时感了 如果这部剧不是古装剧 那么这个片段的插曲音乐 就可以换成奇迹再现了 太有适配度了 在这里虞书星的表情 一看就是娇生惯痒 毕竟从小也是被爸爸宠到大的 没吃什么苦 所以 看表情像是下一秒就要哭 紧皱着的眉头 委屈巴巴的表情 眼睛都不能够注视着前方 与陈都林这场对手打戏 实在惊艳 直接燃起来了 谁不想看两大美女互相残杀 气场十足 表情非常到位 助续单无论是长相还是演技 都非常的出圈 不得不说助续单是真的很美啊 真的好适合这种角色啊 在剧中眼神非常出戏 动作非常到位 清冷感十足 最稳重安全感满满的木窑姐姐 感觉这种古装剧 就是为助续单量身打造的 非常适合她演 可惜每次都没有她 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 怎么就选不到她呢 之后 助续单和于书星 在剧中也成了归中好友 他们两个配合的也是可以一眼看出 谁的演技更胜一筹 三个人在一起坐着闲聊的时候 林妙妙戏弄木深给她包水果 因为有木窑给她撑腰 所以木深也没有任何怨言 网友都说 之前于书星参加的综艺中餐厅 把她这股做做的镜看顺眼啦 虽然说这部剧有两个女主 但是女主都各有各的精彩片段 非常强烈推荐这部古装爱情剧 看下来就会这部剧值得你去看 有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